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零售巨头投资再生能源 2.航空业复苏 旅游股回温 3.数据中心扩张 云服务股强势 赖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零售巨头投资再生能源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不过在开始之前 我们得先确认一件事 当你走进一家超市 除了想着要买牛奶 面包 或者是那些让你内心挣扎的巧克力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冰冷的冷藏柜 闪烁的灯光和自动结账机背后 是有什么驱动的呢 没错 是电力 而且是大量的电力 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电力来自于风力或太阳能 那会是什么情景 这不仅仅是一个环保人士的美梦 这是零售巨头们正在积极实现的目标 他们不仅仅是在卖你生活必需品 他们还在卖你一个更绿色的未来 这些零售商 他们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投资在再生能源上的钱 可能比你我一辈子赚的钱还要多 他们安装太阳能板 就像我们安装家里的地板瓷砖一样 他们购买风力发电机 就像我们在网上购买衣服一样轻松 这些公司的再生能源投资计划 有时候比某些国家的能源计划 还要宏大 但为什么零售巨头要这么做呢 首先 这是一个极好的公关策略 在顾客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的今天 能够说我们的商品 是用风力和太阳能制造的 这简直就是一个市场营销的金句 其次 长期来看 再生能源其实能够帮助他们节省开支 虽然前期投资可能会让财务经理的眉头一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再生能源设施会开始产生回报 就像一个慢慢成熟的金融投资 当然 这些零售商也面临着挑战 比如说 太阳能板在下雨天可能就不那么给力了 风力发电机在风平浪静的日子 也只能静静地看着天空 但这些巨头们是聪明的 他们知道如何平衡这些风险 比如通过购买储能系统 或者与传统能源结合使用来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性 总之 下次当你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 不妨想一想 你可能正是在一个 由风力和太阳能驱动的购物天堂中 这些零售巨头 不仅仅在改变我们的购物方式 他们还在努力改变世界 这是一个关于电力 环保和购物车的故事 而且 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写下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航空业复苏 旅游股回温 当今日的天空再次繁忙起来 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 航空业的复苏 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 更是一场 人类对自由飞翔渴望的胜利庆典 在这场庆典中 旅游股票 就像是被邀请的贵宾 随着航空业的复兴 他们也在股市上翩翩起舞 想当年 疫情的阴霾笼罩下 航空业就像是一只被迫停摆的巨大鸟笼 飞机们静静地停在跑道上 仿佛是一群失去了自由的钢铁巨鸟 旅游股票也跟着悲催地跌入了冰点 投资者们的脸色比飞机还要苍白 但是 就像所有伟大的复苏故事一样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随着疫苗的普及 和旅行限制的逐步解除 这些钢铁巨鸟 终于再次展翅高飞 而旅游股票 也像是被注入了强星际 开始在股市上跃跃欲试 投资者们开始从避险的洞穴中探出头来 他们的眼睛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的探险家 他们纷纷抢购航空和旅游相关的股票 希望能在这波复苏的浪潮中 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 航空业的复苏并非一帆风顺 它就像是一场起伏不定的飞行旅程 有时会遇到气流的颠簸 有时又会遭遇意外的延误 但这正是投资的魅力所在 不是吗 就像是一场充满未知和惊喜的旅行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见证了人类 对于探索和自由的不拘不挠 也见证了经济复苏的力量 航空业的复苏和旅游股的回温 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 更是人类精神的一次飞跃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天空中那一架架飞过的飞机 或许可以微笑地想一想 在那高高的天际 不仅有着人们对旅行的梦想 也有着投资者对财富增长的希望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们从未放弃过 对更美好未来的追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数据中心扩张 云服务股强势 各位亲爱的网络游民 数据挖掘工和云端服务的忠实信徒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让人既兴奋又头疼的话题 数据中心的扩张 和云服务股的强势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数据中心就像是那些 不断吃不停的 小贪吃蛇游戏中的蛇 随着它们吞噬更多的数据 它们就会变得更大 更涨 更强壮 而我们的互联网世界 就是那个无边无际的游戏场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数据美食 从猫咪的照片 社交媒体的八卦 到那些看起来 永远也看不完的串流影片 随着这些贪吃的数据中心蛇 不断成长 它们需要更多的空间 来存放自己的丰厚收获 这就是卫士魔 你会看到像亚马逊 谷歌和微软这样的大公司 在世界各地 建造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 它们就像是现代的金字塔 只不过是为了敬拜数据之神 而不是古埃及的法老 而这些数据中心的扩张 自然就带动了 云服务股的强势 毕竟 这些数据中心 就是云服务的家 当它们变得更大 更多 提供的云服务 也就更加强大和多样化 这就像是开了一家 分店遍布全球的超级市场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 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投资者们看到这种趋势 自然是眼睛一亮 他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钱包 希望能在这场数据 和云服务的盛宴中 奋以悲耕 当然 这也意味着 这些云服务股的价格 就像是被打了肋骨唇的 健美选手 肌肉膨胀 价格飙升 不过 正如任何投资一样 风险永远存在 就像那个贪吃蛇游戏 如果你的蛇太大了 一不小心撞到自己的尾巴 那游戏就结束了 同样的 如果这些数据中心的扩张过快 或者云服务市场饱和 那么 这些股票的价值 也可能会突然下跌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当我们在享受这些云端服务 带来的便利时 也不要忘了 这背后的数据中心 正不断地扩张 就像是一个永不满足的巨兽 而在这个数据的盛宴中 无论是座位消费者 还是投资者 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不要被眼前的美食 迷失了方向 毕竟 即使在云端 也有可能下雨 总结来说 零售巨头 投资再生能源 航空业复苏 和旅游股回温 数据中心扩张 和云服务股强势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重要趋势 这些趋势 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和购物习惯 也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我们见证了零售巨头们的环保投资 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商品 还在努力改变世界 航空业的复苏 和旅游股的回温 不仅是经济的复苏 更是人类对自由飞翔 和探索的追求 数据中心的扩张 和云服务股的强势 则展示了数据和科技 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 这些趋势也带来了挑战 比如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航空业的波动性 以及数据安全和隐私等问题 但正是这些挑战 使得这些趋势更加有趣 和具有挑战性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 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趋势 有什么观点或疑问 我期待着听到你们的声音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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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